很多东西很简单 你得不到的东西 不知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 你强求这是不对 明白了吗 如果你有钱 你要去美国住一个月可以 如果你没有钱 你可以选择在马六甲住一个月 如果再没有钱 在新加坡的NTOC那边住一个月 都可以 这个叫做新境 你知道吗 不一定要去美国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旅行 很多人处理旅行 我以前以前跟他处理旅行 每次都看到老两公婆在吵架 很奇怪 旅行就是要开心 我还有看过一次什么呢 旅行一般回家的 不玩了 回去吧 所以这个很不好 既然我们选择出去 就要互相忍耐 所以有句话 要享受就要接受